4月29日 据港媒报道 曾江前妻邓宫碧 以及两人所生的女儿曾沐雪 罕见接受了采访 大谈曾江生前点滴 曾江离世前致电过曾沐雪 表示自己胸口痛以及肚子饿 让对方拿药和外卖到酒店 第二天 曾沐雪没有办法联系上她 之后让工作人员打开曾江的房门查看 然而 耽搁了三个小时 曾江的房门才被打开 遗憾的是 她已经去世 中年87岁 对于父亲的死 曾沐雪表示不想说太多 事情已经发生 再说也没有意思 反正整个家族都已经接受了 她不想在这件事上责怪任何一方 也希望大家不要太忧伤 邓拱毕与曾江离婚后 没多久就带着女儿改嫁 乐聚明灵软照辉 不过 曾沐雪与曾江感情很不错 曾沐雪回忆道 我和父亲经常一块吃饭 每次聚会都很开心 父亲不是严父 也不算慈父 他从来不管我 不懂得表达爱 但从生活细节上可以知道 他很疼爱我 很关心我在做什么事情 父亲很懂得享受生活 不会将时间和心思 放在不喜欢的事情上 这种态度我很喜欢 很多想和父亲一起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过了 尤其是我结婚的时候 他能陪着我出嫁 见证我人生心的一张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受不可抗的影响 父亲一直困在家中 感觉很闷 刚好有工作要去新加坡 他很开心 表现雀跃 这趟最后之旅 曾江确实玩得很尽兴 每天吃喝完了 约好朋友相聚 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也算是无憾了 谈到跟父亲离别时的场景 曾沐雪说 有跟父亲好好说再见 告诉他会好好生活 也会照顾好娇娇阿姨 曾沐雪能跟曾江 以及其三婚妻子娇娇 相处得那么融洽 曾江前妻邓拱毕功不可没 虽然邓拱毕与曾江已离婚多年 但两人仍维持着友好的关系 邓拱毕受访时透露 自己六岁时已认识曾江 那时候 他跟曾江堂弟是同班同学 有一次堂弟带他回家玩 刚好看到曾江 林翠 林黛 以及尤敏在客厅跳舞 但他没有立刻被曾江吸引 反而觉得三个女孩很漂亮 谈到前夫 邓拱毕忍不住大赞对方为人潇洒 一生精彩又丰富 不管是读书还是运动 成绩都娇人 晚年爱画画和阅读 绝对称得上是娱乐圈的传奇人物 得惜对方死讯那一刻 他也开始吓了一跳 直接跌坐在沙发上 难以置信 毕竟对方平时经历很充沛 最后 邓拱毕说道 会跟现任丈夫 尽力协助曾江的深厚事 4月29日 曾江突传死讯 一双娇娇在沉默了一天后 首度对外发声 表达第二度丧腹的心情 曾江日前出国旅游 回港隔离期间 突然感到胸口疼痛 于是打电话叫女儿送药和外卖到酒店 没想到 27日他被发现 导卧在房内昏迷不醒 救护人员赶到后 证实他已离世 终年87岁 曾江离开后 记者拨通了他的三婚妻子 娇娇的电话 娇娇没有亲自接听 而是由身边人代为回应 对方说曾太太很忙 无法回应 沉淀了一天后 娇娇终于愿意受访 他坦言丧夫后 自己的血压飙升 还吃了一些胃药 不过他承诺一定会挺过去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人生的悲欢离合是常态 应该面对接受 听得出来 娇娇目前仍很伤心 但他没有丧志 相信他会尽快收拾好心情 为王夫处理深厚事 事实上 娇娇也是一名演员 他的名气虽然没有增加大 但那些年也主演过很多影视剧 年轻时美丽动人的他 于60年代加入娱乐圈发展 凭借着较好的外形 他的演出邀约不断 期间 他认识了第一任丈夫 大他二十几岁的男演员 黄宗逊 年纪差了一大截的两人 却志趣相投 很快结为夫妻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没想到 黄宗逊赴港拍戏期间 不幸遇上车祸 为了照顾老公 娇娇随夫在港生活 一次偶尔的机会 他获大导演张彻赏试 与王宇搭档 主演了武侠电影《独臂刀》 电影上映后 口碑票房双丰收 他从此走红影坛 事业得意的他 爱情却遭遇重大打击 黄宗逊第二次发生车祸 这一次他再也醒不过来 丧夫后 娇娇独自抚养儿子 熬得很是辛苦 而他的内心也封闭起来 没办法接受其他男人 直到遇上曾江 彼时的曾江 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 但他对爱情仍有憧憬 认识娇娇后 他被对方深深吸引 继而展开猛烈的追求 最终 娇娇被曾江的诚意打动 两人于1994年 携手走进婚姻 结婚28年 一直恩爱有加 曾江形容妻子是天使 是上天送给自己的礼物 没遇到对方之前 自己压根不懂爱情 当然了 夫妻俩一路走来 不是一帆风顺的 背景南辕北辙的两人 也有过争执 不过 曾江不会固执地坚持己见 而是会主动认错 他曾笑言 妻子永远是对的 遗憾的是 这个宠妻的男人 已经离开人世了 在此 希望娇娇节哀顺变吧 继网语之后 又一位老戏骨离世 令人心痛又唏嘘 但媒体报道和同行评价 却给曾江贴上了傲慢 嚣张的标签 如百科页面列出来的演员 牛奔评价称 如果要在香港影视明星中 给傲慢选一个代言人的话 曾江一定会是不二人选 现实生活中的曾江 颇有些自以为是 好为人世的性格 而知名媒体 南达娱乐周刊的评价 则为 曾江的控制欲很强 拍摄过程中 连摄影师都会指点上 在荧幕中 他虽多以配角身份登场 但是他塑造的那些个 嚣张霸气 傲慢无礼 甚至还带有 桀骜怪异的形象 都已经如刻刀雕刻般 记录在一代代影迷心中了 而在现实中 有几件众人亲历的事情 也被广泛报道 在好莱坞 和皮尔斯·布鲁斯南 拍摄完《007》之后 曾江曾公开表示 香港演员 没有一个是专业的 这种一杆子 打倒所有演员的言论 确实很难让人 不觉得他傲慢 而在真情剧组中 曾江对演员余慕莲要求很多 甚至在片场将对方骂哭 曾江不是导演 这样确实过于严厉了 但曾江在圈内的成绩 有目共睹 他毕生出演过的影视作品 超过200部 去世后 有超过20位圈内好友 发文悼念 和他合作过 《警察故事3》的成龙 在4月27日深夜发文写道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有很多钦佩的人 曾江前辈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形象、演技 与敬业精神 让他成为行业中的长青术 也成为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榜样 听到消息很震惊 也很难过 愿意安息 我们怀念您 他还配了一张 两个人拍摄《警察故事3》的照片 导演陈思成转发相关报道 并写道 再见 我心中的黄老邪 再见 唐人街教父 希望我们下世纪 继续有缘重逢在光影与梦的世界 任达华则写道 刚刚收到消息 震惊 心痛 他是让我非常尊敬的长辈 演艺圈里永远闪光的前辈 永远无比地敬重和怀念他 曾江老师 一路走好 演员陈法荣写的是 真的十分难过 曾合作电视剧《美丽传说》 饰演恶老爷 但私底下和哀可亲 是一位难得可贵的前辈 曾老师 一路走好 永远怀念 主持人沈兴则回忆了当年 德陵与慈禧公演的往事 当时卢彦饰演慈禧 曾江饰演荣露 他全程跟拍 给每位主演都做了访谈 在那之后 两个人数次不期而遇 以为曾江会一直硬朗 演员罗嘉良怀念曾江时表示 曾江是自己非常敬佩的前辈 他拍的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电视剧 是《事不低头》 当时曾江饰演自己在剧中的父亲 曾江是前辈 但一点架子都没有 对后辈也是不吝提携 罗嘉良清楚地记得 当时曾江对他说 儿子呀 下面我们拍的这场戏非常重要 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琢磨 那场戏是两个人经过一场 非常激烈的争吵 最后一气之下拔枪自杀的戏份 除了以上提到的圈内明星外 方忠信 林宝怡 黄安 赵文卓 曹可凡 叶璇 蒋梦杰 导演李立池 吴刚 马可 任贤奇 王新平 张丹璐 导演武士贤 曾华倩 以及电影《边缘行者》的 官方社交账号等 都发文悼念曾江 超过二十人 那为什么要列举以上几个呢 其实是为了证明一点 不同时代和曾江合作的演员导演 甚至没有合作拍过戏的主持人 其实都对曾江有很高的评价 曾江并不是一个傲慢 架子大的演员 在片场愿意踢些后背 指导新人 当然 盛平参演超过两百部作品 在拍摄期间 和其他演员没有一点摩擦是不可能的 这才传出过一些争议吧 所以 通过这些圈内同行的悼念 足见我们对曾江的误会有多深 而另一点令人唏嘘的 是香港电影界又走了一位老戏骨 吴梦达 王宇 曾江 每一位离开都让人觉得倍感凄凉 他们都经历过当红时期的风光 以及晚年的落寞 在我看来 这样的结果是时代决定的 曾江六十年代入行 他最红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 但当时演员的片酬不高 而年龄大了之后 香港本土电影日渐示威 他和吴梦达一样 北上内地拍戏 但受限于年龄和角色固化的影响 只能借一些重复的角色 并且大多以配角形式出现 片酬也不高 比如吴梦达参演《流量地球》 虽然是大制作电影 他的片酬也仅有几十万 想要维持生计和日常开销 只能放宽要求 尽量多解析 最后 希望曾江老先生一路走好 他参演的《边缘行者》还在上映 影片品质一般 但如果出于对曾江的怀念 去看一次也未尝不可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